TVB小声黎朝真相爆出,有传是图行者二黑警私下强文港解遭解约。 本文由。港剧剧透军。旗下编辑。轩逸军。原创。 在TVB剧集《诗图行者二》中饰演荧幕情侣的艺人麦名师与魏俊号、金、四、日突然被爆出墙吻事件。 有消息指,二人在拍摄剧集期间,男方魏俊号经常想约会麦名师,不过女方明显不买账了。 奇料,在剧外却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强吻传闻。 强吻事件之后,麦名师十分不满直斥魏俊号并向TVB高层投诉。 而有助石优港解称号的麦名师近来年备受TVB力捧,收到投诉后的高层毫不怠慢决定为石优港解主持公道。 最后,魏俊号因强吻事件被高层严厉责备,并决定连最后一年的合约也不再续了。 魏俊号上个月对外宣布自己已在4月与无限结束合约,自己黎朝后会向电影方面发展尝试接触更多新事物,当时黎朝消息出来还有不少剧迷网友力称他。 其料今天又爆出强吻事件,难道魏俊号的离朝真相真如港媒传闻所指,是因色字头上一把刀所致。 有记者就事件联系两位当事人希望了解情况,魏俊号称自己有听传闻,不过就坚决否认自己是强吻事件的当事人,并强调自己并不是被TVB解雇。 言则,强吻事件是存在的。只是当事人并不是魏俊号。不少网民纷纷猜测。 至于另一位当事人石优港姐卖名师,被问及魏俊号是否有强吻及追求过他时则这样回应,现在不回应先,等我看他怎么讲。 两位传闻中的当事人,一个极力否认,一个却要先等对方表态再决定如何回应,这似乎真的有故事在。 不过,众所周知,石优港姐卖名师之前就已经参加响应,METU,反性侵活动,更曾在社交网爆出自己也曾遭受过性侵犯,相信不少女生都曾经遭受性侵犯。 我也不例外,而且还不止一次。 当时,麦宁师还在社交网发布掌文呼吁女性受到性侵犯要懂得保护自己,她首先提出,遭受性侵犯后,受害者第一不应该是勇敢面对这件事,知道错不在自己。 下一步则是要拿起法律武器,通过法律去制裁加害者,不要因为难以启齿或证据不足而轻易放弃。 环境证据有时候也会带来很大的帮助,一定要善用环境证据。 如此看来,有过不愉快经历的麦名诗对于企图侵犯自己的人都十分警惕敏敏感,所以这次的强吻事件属实,以麦名诗的作风也定必会投诉到底捍卫自己女性的尊严。 不知各位朋友又怎么看呢?